白鹿和奥瑞鹏在奔跑吧中重逢,承诺带来一场令人期待的合作。 在中国娱乐界的持续浪潮中,两位明星白鹿和奥瑞鹏的重逢,让粉丝们难以做事,他们期待着再备受瞩目的电视节目《奔跑吧中》的合作。 两人在节目中的再次合作,重燃了粉丝们对他们长久以来期待的友谊。 白鹿和奥瑞鹏不仅是备受瞩目的明星,而且以其多才多艺和独特的风格而闻名,为观众带来了娱乐界的高潮时刻。 时尚风潮,白鹿和奥瑞鹏在奔跑吧中穿着独特的蓝色牛仔服吸引眼球。 白鹿和奥瑞鹏以独特而时尚的服装在奔跑吧节目中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种时尚风潮不仅展现了他们的自信,还宣示了他们在充满竞争的娱乐界中的个性。 他们很快成为社交媒体上热门的话题,他们独特的时尚风格成为了许多粉丝的灵感来源。 观众目不转睛,白鹿和奥瑞鹏在奔跑吧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观众们对白鹿和奥瑞鹏在奔跑吧中的表现充满了激情,他们无法将目光从他们的舞台上移开。 他们的闪耀光芒使整个舞台生动起来。 白鹿和奥瑞鹏不仅是杰出的明星,而且是亲密的朋友。 他们之间自然的互动使他们的表演变得特别,观众被他们的亲近和幽默所吸引。 白月神威电影播出预测,粉丝们迫不及待期待白鹿和奥瑞鹏的合作。 随着他们在奔跑吧中的成功合作,白月神威电影中白鹿和奥瑞鹏的再次合作备受期待。 粉丝们对这部电影不仅因为剧情吸引而兴奋,还因为两位一流明星的合作而感到激动。 作为电影和电视界的双料明星,白鹿和奥瑞鹏的吸引力使得白月神威电影成为了今年最值得期待的电影之一, 而他们的再次合作必将成为该作品的亮点之一。 期待的合作,白鹿和奥瑞鹏在奔跑吧舞台上创造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 在奔跑吧舞台上,白鹿和奥瑞鹏的合作创造了令人难忘的时刻。 从充满激情的挑战到幽默的笑话,两人展现出了完美的合作与默契。 这不仅是两位明星的相遇,更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标志着他们有意的重生和他们在表演艺术中的专业精神。 这次令人期待的合作证明了,当两位一流的明星携手合作时,他们能够在舞台上创造奇迹。 成欢季一时级过后,才知道当年郭导对杨子的六字评价有多准确。 成欢季的热播让杨子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他在剧中饰演的麦成欢备受好评,无论是角色塑造,声音还是造型都展现了出色的表现。 面对家庭和职场的双重挑战,麦成欢展现出了不卑不亢的态度,她敢于直面问题,内心坚韧不拔。 这样的女孩子,不仅在剧中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更成为了现实生活中年轻女性的楷模。 0.1坑腔有力。我们聚焦于女主角与其母亲间的家庭矛盾。 剧情的反转之处在于,当面对男方家人的家境贬低和对其母亲人格的侮辱时, 女主角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展现出坚韧与勇气。 她表现得有理有结,既不高傲也不卑微,字字句句都铿锵有力,逐一反驳了男方家庭的无理行为。 面对那所谓的高贵家庭的傲慢,她并未屈服于压力,也未自贬身价,而是礼貌而坚定地回应, 你们可以侮辱我,但绝不允许侮辱我的母亲。 双引号 麦成欢,由杨子饰演。 风轻云淡地向新家亮宣告二人关系的终结,她的言语铿锵,不容质疑。 在这一刹那,女主角的心中并未泛起一丝留恋或不舍,唯有坚定的决绝。 杨子的演技,真可谓炉火纯青,她对氛围和情感的把控达到了惊人的精准度。 这便是真正的实力派女演员,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角色,让人信服。 02.郭导评价 郭静宇,中国内地备受瞩目的电视剧导演、编剧与监制,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丰富的情感表达著称。 她不仅在影视制作领域造诣深厚,还身兼数值,对杨子这位演员的评价极高。 郭静宇老师的认可,无疑为杨子的演艺生涯增添了更多光彩。 她的作品多聚焦于社会现实与人心深处,细腻的情感捕捉与对人性的深刻解析,为她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仅用六个字便精准形容了对杨子的印象。 在郭导演中,这位女演员的未来可谓光芒四射,值得期待。 郭静宇和杨子携手打造的《大央歌》,叙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海猫为寻亲回到山东海洋的曲折历程。 剧中融入了家族纠葛,爱恨交织与英勇传奇,杨子的出色演艺更是锦上添花。 此次,她成功转型,展现了成年演员的专业素养与深厚演技。 该作品不仅在电视领域赢得了高收视率,网络播放量也达到了惊人的六十亿,这充分证明了其受欢迎的程度。 此外,她还荣获了多个奖项,这进一步凸显了作品本身和演员们出色的表演能力。 如今,新作《成欢记》已经播出了一十集,势头强劲,有望超越前作。 镜头前,她毫不犹豫,以诚恳之词赞道,杨子,流量与实力并存。 简短话语,却蕴含深厚赞赏。 03有流量更有实力。 杨子凭借长相思,在演艺界奠定了坚实的实力派女演员地位。 在《成欢记》的热播中,她再次以出色的演技,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魅力,展现了既有演技又有流量的双重特质,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杨子所饰演的角色是为少女,她面临着家庭、事业和情感的巨大挑战。 尽管身处处复杂的家庭环境和严苛的职场,她始终展现出坚韧不屈的个性和独立自主的精神。 在决定与新家亮断绝关系的那一刻,麦成欢的眼神透露出失望与坚定,她的身体语言果断而有力,直视对方的眼睛,毫不退缩,坚定地传达出她的信念,我所追求的,是平等与尊重,而非金钱带来的虚幻安全感。 双引号。杨子在《成欢季》中的精彩演绎,深受观众喜爱,展现了她作为实力派流量明星的魅力。 曾记得,有位资深女艺人在采访中提到,杨子,你的颜值在娱乐圈并不突出。 但她凭借才华和努力,成功打破了这一偏见,以实力赢得赞誉。 今日的她,璀璨夺目,堪称业界的璀璨明星。 在娱乐圈的舞台上,她以其精湛的演技和卓越的演员品质,赢得了无数人的赞赏。 她以实力证明,颜值并非唯一,演技与人格魅力才是立足之机。 每部作品,只要有她的参与,都能掀起话题狂潮,为作品的艺术价值保驾护航。 成欢季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剧集,而在看完全部时集后,才真正领悟到当年郭导对杨子的六字评价有多么准确。 郭导的眼光和洞察力令人钦佩,她所给予的评价不仅仅是对演员个人的认可,更是对演员在演艺道路上的潜力和天赋的一种肯定。 杨子在《成欢季》中的出色表现,无疑是她演艺生涯中的又一次成功,也证明了郭导当初的眼光。 通过剧集,观众能够看到杨子在表演上的成长和突破。 她将角色塑造得淋漓尽致,不仅仅是在情感表达上有着出色的把控,更是在细节处理和角色塑造上有着精湛的表现。 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角色的内涵和情感,让人仿佛真正看到了剧中人物的真实存在。 郭导的评价不仅仅是对杨子个人的赞赏,更是对她所展现出的演技和表现力的高度认可。 这六个字或许简单,但却道出了杨子在表演上的真正实力和潜力,也为她未来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总的来说成欢季十集过后,让观众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郭导当初对杨子的评价的准确性,也见证了杨子在演艺道路上的不断进步和成长。 期待她在未来能够展现出更多精彩的表演,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